中国出大事有个惊人规律,现在已经显像了,中国大陆著名剧作家沙叶欣,7月26日凌晨五时许,并是享年79岁沙叶欣是公认的良心作家,曾批中共对六四爱国学生开枪,表示我震惊,哀痛,哭泣这个政府罪该万死。 他指出江泽民倡导的《闷声发大财》,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他曾观察发现,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,总要出示中国经济如履薄冰,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,是否再次应验沙叶欣所说的规律值得关注。 沙叶欣曾转写谭永林主演电影《假如我是真的》原著剧本的大陆知名剧作家,反共斗士沙叶欣日前,于上海逝世中年79岁电影《假如我是真的》在中国大陆被禁。 六四前夕的1989年5月22日,上海各界流行抗议北京当局,对爱国学生准备实施戒严,当时沙叶欣也走上了上海街头抗议其照片,至今仍在网上流传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六四血腥镇压后,他佩戴了三天的黑纱,并在6月5日早上的日记中,写道北京在流血,我震惊,哀痛,哭泣,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,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。 这个政府最该万死,沙叶欣为人风趣,曾这样介绍自己沙叶欣曾化名少石金,少石金为沙叶欣简化字的右半可见此人不左坎去一半,也不过石金,又足见他无足轻重一,共只有二石金沙叶欣,于1939年出品,因是回族曾信奉伊斯兰且又姓沙,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,组装于中国南京中国出大事有个特别规律。 沙叶欣曾在1989年六四前后,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有过对话,沙叶欣在博客中指,1989年1月,他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,与曾庆红有过一次常谈沙叶欣说,白经济上出问题,隔年政治上总要出示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,造成很大损失。 1980年,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峰辞职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1985年物价飞涨,导致次年爆发学潮。 198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下台,而1988年物价闯关价格,飙升百姓恐慌,1989年恐怕会出事。 沙叶欣还以当时流行的讽刺版社会主义好,唯利说明形势很糟糕,但曾庆红全然不以为意。 他认为现实情况,没有这首歌,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。 新闻界不要将人民的注意力,应转到社会的这些,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。 今年会不会出示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? 要慎重,就不会出示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? 社会和政治很稳定,没想到三个月后,果然出大事胡耀邦辞事很快引发大学潮。 现在中美贸易战开打,中国经济,可谓雪上加霜,沙叶欣总结的规律,是否能再次应验之德? 关注英国金融时报28日文章称,对中共的施压,很可能得到欧洲人和美国商界的支持。 这两者长期提倡西方联合起来对中共施压,要求中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,双方都深切担忧中国的系统性技术转让,双方都不爱听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出的声音。 因为该计划要吃掉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午餐川普,为自己争取到了大得多的回旋空间,可以尽情敲打中共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沙叶欣批江泽民,败坏整个民族沙叶欣。 2008年接受动向杂志,记者采访时说,学校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,连学校都腐败。 你说中国还有什么希望,培养什么学生啊? 他说而且他们大学教授,又是文化的承担者和延续者,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他们,是在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。 你说还有什么希望90年代? 我一直认为,江泽民那个时候是败坏了整个一个民族。 沙叶欣说,哎我认为他江泽民是民族的罪人,我是这样认为。 他败坏了一个民族沙叶欣。 2009年还刊文说明为国不等于爱中共中国不等于中共政府,国共内战只是两党争亡,这多是政权的交替王朝的更迭。 国民党时期尚不能控制所有媒体和所有学校,而今在共产党的天下所有报纸都行同党报索。 有学校都类似党校联军队也成了比希特勒的党卫军,还忠诚于党的卫党军了。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。